明媛孫芸芸住過的福里花園大廈 被指控這是蓋違建 甚至傳出要在10月拆除了 其實過去這邊就曾經說 要改建成商務旅館 但是因為影響到了住戶權益 說他們不能從大門進出 所以沒有被核准 但其實這棟大廈 它原本是福華集團 第二代的接班人廖德修 他名下的資產 在他2019年過世之後 他就過戶給他的特助 但是這名特助很特別 他原本是一個飯店的櫃台 但是卻因此獲得了一大筆的資產 副植色雕外觀 連三大洞助立在北市長春路上 福里花園大廈 曾一度要變更為商務旅館 不過現在卻遭到議員指控 蓋違建要拆除 還有一個模糊地帶 就是畢竟它是屬於繼承的一個違建 可能很多老社區 它畢竟可能在住戶原本使用上面 有額外搭建 那當然也遇到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可能也被放大進檢視 那勢必也是要去做一些處理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違建去去除掉 大廈供被查獲 有四處違建 目前已經拆除一處 剩餘三處 預計會在10月5號依法拆除 不過因為影響到住戶權益 必須繞道才能進出家門 提案沒有被核准 佔地千坪的福里花園大廈 違建就達283坪 不僅是北市最大違建 名媛孫芸芸也曾住在這裡 因為一起裝潢糾紛 意外牽扯出一段富豪秘行 原來福里花園大廈原本是福華集團 第二代廖德修名下資產 2019年過世後 因為西夏屋子把財產過戶給特助 蕭麒晃 親近人士指出 蕭麒晃原本是福華飯店的櫃台員工 獲得廖德修賞識提拔 一待就是30年 如今傳出接下50億元資產 櫃園一系成了飯店大衡 這我不清楚 因為我是前幾個月才 蠻爆大的那個標誌 因為完全不清楚 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最大違建不僅被迫拆除 蕭麟蜜心也浮上臺面 農森財經新聞黃北韓韻傑台會報導